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年来,随着自媒体的迅猛发展,一些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和增加流量,不惜捏造事实制造话题。 他们不在乎事件的真实性,而只关心点击量和流量。 这种戒风而上的现象日益严重,已经造成了多个实际受害者。 在反腐和医疗领域,自媒体特别喜欢蹭热点,对名人进行污名化攻击。 这些造谣行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,社会互信受损,很多人走向了绝路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需要从规范自媒体信息渠道,加强网站平台责任,以及打击违规获利渠道三的方面着手。 除了经济和行政手段外,刑事处罚也是重要手段,需要加强法律的威慑力。 最高法、最高检和公安部近日起草的指导意见书,对于打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提供了良好的开端。 唯有建立完备的法治和严格执法,方能根除谣言的毒瘤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